早晨 大家有歸心似箭嗎? 有一點點吧 不過我相信大家有一個題目 我們不用聽 為甚麼呢? 因為過世金年期了 撒不出 你跟香港繁殖力有沒有搞錯 我怕你們不好 阿仔要先醒醒 正經怎麼說 原來基督徒是永遠都說不清楚 為甚麼我這樣說 有史經根據 正經怎麼說 雖然我們的外體 扭壞 內心 一天生似一天 這是沒有年齡限制的 無論是甚麼年齡 所以基督徒不斷地靈清 給每年齡 就不要說自己 生不在 我兒子生 大家知道牧師是十二多 有一天 其實已經是兩三年前的事 師母收了短信 她說 老師師母 我老婆現在在香港 為甚麼呢? 她媽媽病逐 現在她告訴我們 她快死了 她還未說 耶穌怎麼辦? 牧師 可不可以呢? 她兩國談 你錄一段短信 錄一段短示範 然後傳送回香港 給她媽媽聽 給我老婆的媽媽聽 給我聽 希望信主 這些事情 找到牧師師母 當然是義不容辭 我錄了一個六分鐘的短示範 我錄師母一起 跟她傳福音 教她信耶穌 為甚麼可以呢? 因為她來過探望她的女兒 所以一見過我們 認識我們 香港 六、三、五、七 不知道是甚麼水 不如你試試 牧師可不可以 錄短示範 我媽媽有機會去聽福音 相當地 相當地 我錄了一個六分鐘的時間 就傳回香港 就向這個白布傳福音 不應該叫白布 其實我去那裡不是很多 過了一步多久 我收了短訊回來 我媽媽看完之後 她跟著牧師在那個視頻 做了一個認罪悔改祈禱 去信主 然後還有一個剛剛的基督徒的朋友 來探望她 再次確認她的信心 現在我們找了牧師 沒有所謂的信主 明天就有牧師來 在醫院裡 跟她殺水 跟她行水禮 讓她知道 她真是那個基督徒 我們有很多類似的故事 開心地聽到這些故事 原來這樣都可以 全方相信耶穌 我除了一個姊妹 她也是很驚喜的 年青姐妹 結婚了多久 她已經想著回香港 去看她 好像是家人 她特別跟她的阿嬤 阿嬤在最大 很熟 很開心 很親密 其實她的阿嬤 已經在醫院很久 又是全死了 她已經買了機票 那時候好像是四、五月 她已經買了機票 因為她要上班 她在七月打算回去探望阿嬤 看看阿嬤 突然之間 她的阿嬤就回來了 你阿嬤不行 所以可能就說要走了 那怎麼辦 阿嬤還沒信耶穌 OK 你覺得 真是神到奇妙 神靈做她工作 一會我做她說 神靈禁等她的姊妹 她不是信耶穌很久 也只是信耶穌初遭奪 她說這樣 媽媽 不如你這樣 我現在在電話裡 跟阿嬤傳福音 她說 你阿嬤聽不到 你已經在電話裡聽 她的電話裡也聽不到 她說這樣 你做中間人 我告訴你 你告訴阿嬤 你告訴阿嬤 明白嗎 我告訴阿嬤傳福音 你聽到後 你告訴阿嬤傳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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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她信耶穌 這樣也行 這樣也行 感謝主 這邊說一句 她媽媽聽到 又說一句 她媽媽信了耶穌 這樣也很奇妙 她媽媽不信耶穌 她媽媽不信耶穌 雖然經過這個過程 她媽媽不信耶穌 不過 她女兒這樣說 她就跟媽媽說 她媽媽信了主 她不信主 但是 你覺得 實在是很奇妙嗎 聖靈的工作 是否很奇妙 做一個有法治理 基督堂 其實可以有一個犧牲 可以很開心 所以別說自己今年期 可不可以傳福音 可以 可不可以生孩子 不可以生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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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的儿子 即生了一些熟靈的兒子 那些熟靈的兒子 就是人生了熟靈的兒子 因為 大家教會局長也知道 教會會傳福音 教會會傳福音 這是教會的習慣 很多基督徒说教会要传福音 是教会要传福音 教会就不包括我 传福音就是教会的责任 对我来说我责是很困难 但是跟自己家人传福音有多难 所以女儿在香港也要学习六个示范 不知怎样说 不知怎样传 香港人传福音很困难 我想说一件事是什么 其实当我们有这样想 我们就中了魔鬼 误到我们的诡计 等到我们不生育 等我们能够做一个有繁殖力的教徒 很多时候我们回教会 最开心的就是回团契 崇拜价要做 合掌上回团契 团契有很多顶尖在一起 端午节一起包种 中秋节又说 中秋上月反会 又紧等节又復会节 大家多开心 HAPPY HAPPY 大家说到要和别人分享信仰的时候 我们很多人就疼着 停在那里 就不敢动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 还有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在美国的教会 是自我赏查 变成是大陆的教会 大陆教会是什么 只可以在教会里面全福音 出了教会 不能够福音 有没有人说到我们 全福音 报道会在教会里面 出到外面 这些信仰 我们也不敢做 也不敢做 教会 教会里面全福音 教会外制的福音 大家知道 比普遍 特别这两年 很多争议性 就是华里克牧师 接下来 反封教会 他有些Campaign人的游会 我们教会都会有些 那些 reviable campaign 其中一个叫做 感信感行四十天 感信感行四十天 通常那些Campaign都是四十天 他的零收货本里面 在那个聚烈 完全得述里面 怎样说呢 我翻译中文 他有中文译中 现在美国和大部分西方国家 这句话说 都把所有遵循耶稣的危险 拿走了 而把追随耶稣 变得很安全 可以预计 没有伤害性 和不养不痛 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跟随耶稣 变得沉满佛尾 不知道大家知道不 跟随耶稣到现在 真的越来越沉满佛尾 护士刚才说的故事 没有听过 你说我们 是不是昨天睡了 不会吧 你听我说真的 想睡也睡不着 是不是 因为信耶稣是 那个过程 是那个过程 但是结果 令你很兴奋 很兴奋 今天我们是觉得很浪费 不是说非基督说 信耶稣的人都觉得 教会很浪费 所以为什么只享受合同 这是我们的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问题 所以今天是最后一天 还有一个课 我想给大家挑战 是什么 跟随耶稣不容易 特别在这个血世 才知道很适合我们 很难的 跟随耶稣有危险 有危险的 跟随耶稣 是不是凡是顺利的 不 你会遇到很多障碍 一说到要改变 一说到要全福音 一说到要全福音 一大堆的难处 就仅在你面前了 今天我给大家挑战 什么呢 如果你要回应 神的呼召告话 华尔克牧师怎么说 他说 在你人生当中 最需要有guts去做的事 有guts是什么 有勇气 有胆识去做的事 就是去回应上帝 借着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 使万民作耶稣给我们 刚才你读过我 是吗 你明唱诗的时候 有没有参加过 在哪里的 记不记得 马太福音 第几张 二百张 你狗 二百张 说笑而已 我们再重问一下 全世界的圣经 你听过很多次 看过很多次 甚至你吃梅 是 我们希望今天 有没有一个机会 神的灵感 跟我们 同一字的圣经 给我们有些 新的灵神 自己怎么说 一起读吧 你们要开 使万民作我们回国 我们父子 聖的名 给他牧师赞 凡我所分布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这些灵神的灵神 这是耶稣在山上的门头说的 是吗 大家有没有记得 耶稣是什么人 耶稣有十二个仕徒 是吗 马蹄奈就 取代了 又大了 是吗 再加上保罗 你看看耶稣这些 所谓的仕徒 除了保罗之外 绝大部分是什么人 犯夫走卒 犯夫走卒 都是很高兴的人 打鱼佬 没有什么教养 没有什么学习 但是这些小朋友 短短一百年里 福音传遍了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神万里亚 还要转到欧洲 大家没想到 这些什么人 这十二个人 耶稣的使徒开始教会 他怎样能够做到的 是什么能力 让他能够成就伟大的工作 当然现在我们说 有时候帮助他 透过什么人 透过这些帮余佬 透过这些帮余佬 透过这些帮富走卒 什么能够给这些人 本来是无声无气 什么都不是的人 竟然现在成为一个 全世界万人 就是景仰的仕徒 我们叫仕徒 他们的力量 他们的勇气 在哪里出现 我们看看小朋友圈 第一张衣服 这里说什么呢 耶稣受害之后 用很多的憑据 向仕徒显示 自己是活着的 他向仕徒显现 并且讲论神的国 的事 这些识经 告诉我们 有两个原因 为什么当仕徒 这么有勇气 这么有胆量 可以做这么伟大的工作 第一件事 圣经说我们知道 耶稣的活徒 在四十日里面 多次 圣经现在有很多 看到福利的耶稣 耶稣向他们显然 这个证明 耶稣真是 以前我们都相信 现在有实际的 亲眼看到 亲手摸过 耶稣真是上帝的怡子 耶稣真是救主 这对他们来说 很肯定 以前是耶稣 我相信 现在你看到 你摸到 复活了 第二件事 耶稣用了四十人的时间 做什么 跟我们说些什么 神的国的事 好像皇帝回来 这些十几个大臣 现在对他们谈 以后要怎么做 我怎么扩治天国 四十日 要讨论神的国 应该是怎么样 神的国事 究竟有没有开战 当然我加入了 因为圣经没有细子 但很明显 圣经就说到 耶稣跟他们说 神国的事 所以 如果你是其中一个使徒 你听到耶稣跟你说 你又亲密叫你耶稣面 他会面对他跟你说 你会不会觉得 很兴奋 很兴奋 你怎么会不到 全福音呢 这就是动力 动力的来源 就是这样 所以我相信 今天我们想实现 上帝给我们的大事 首先我们要明白 这个大事命 含义是什么 我都知道是什么意思 上帝给我们的终极使命 是什么呢 什么是上帝给我们的终极使命 我们要看一张 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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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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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问最急的时候 耶稣底道 在一起 刚才跟他们显然 就问耶稣 主啊 你福兴以色列国 就在这时候吗 耶稣对他问说 负凭着自己的权柄 所定的日期 就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当是门徒 看见耶稣从水里复活 那肯定耶稣是谁 上帝的儿子 就是真正的救主 就是预言的那个 他们在心里 大家也知道 因为耶稣死而复生 为了他这件事 就是带领以色列人 福国 这就是他们心里的奇葩 耶稣真的复活了 这个教主 一直以来 他们的印象 他们的解读 就是这样 但是怎么开始 耶稣你复活了 你要带我去福兴以色列国 怎么开始 在什么时间开始 他们不是很清楚 是吧 不知道 那就问耶稣 耶稣出现 就问耶稣 我想问大家 他们问耶稣的问题 是不是为了好奇 想早些知道 不是 为什么 那为了什么 他们问耶稣的问题 为了什么原因 我可以赞识是不是的 不 如果大家还记得 门徒在跟耶稣去耶稣 尤利撒冷的路上 发生了一件事 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雅各约翰的妈妈 大家知不知道 她跟玛利亚 就是耶稣的生母生 是姊妹 这些恩亲关义 立即就拉到耶稣去那边 喂 耶稣 在德国降临的时候 一个坐你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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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就是拉关义 很多时候 耶稣才回答他 你不知道要求什么 耶稣说 你不知道要求什么 但是 他们没有自己的行动 就引起了其他十个师徒 当然不喜欢 我搞错 你两个坐右边 一个坐右边 一个坐左边 我们坐哪里 为什么会这样 所有的师徒都想 坐耶稣 左边右边 左乘右上 是两个最高的位置 有谁不想 每个人都想 那这个反映什么 无论如何 耶稣说你们不知道要求什么 你们不明白 神的心意是怎么样 不过无论如何 这群人 这群人 虽然他们不知道 自己求的是什么 或者求得对不对 但是 他们是满康而成的 他们真的很兴奋 很想跟耶稣 做大事 那一番的事 所以来说 如果他们能够光复 影识列国 这带给人生多大的光荣 带给人生多大的意义 带给人生多大的意义 对不对 不过 他这个想法 其实太肤浅了 太肤浅了 因为 上帝借在他想做的 他不只是帮过一些小小的意义 是什么 要把福音全给万能 要拯救全世界 使万民作耶稣基督的门徒 是耶稣在这儿 开始建立一个熟天的国度 让所有人都得到真正的平安和平安 所以各位姐妹 如果在地上的教会 我们只是想着 如何能够多些人 虽然受浸 如何能够多些人回来教会 搞的人数越来越多 这个不是上帝给教会的使命 这个不是上帝给教会的使命 所以教会必须要回应上的这个呼潮 心怀很小 即是去全福音建立 这个才是我们的终极的使命 而对姜徒来说 刚才我讲过很多人在教会的工作 我们就是教会 我们就是教会 姜徒在什么就是教会 对姜徒来说 同样的 我们都要有这样的心态 我们的终极使命 就是要为耶稣做建议 简单来说 建议了什么 刚才我说了两件事 其实很简单 建议了什么 因为耶稣做建议 我们常常说 建议了什么 第一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祂是教主 这是第一件事要建议 第二件事呢 建议了什么 天国近了 耶稣会回来的 以公平公义治理这个世界 让我们可以享受一个真正封诚的生命 所以我常常提醒大家 我们传福音 不要只是传救上的福音 耶稣徒来 传福音是什么 天国近了人的灰灰 如果你知道传救上的福音很容易 你就停在那里 不够都抹去经 其他事你不用做 耶稣是说天国的福音 我们要传的都是天国的福音 因为在天国里的人 才得到真正的福音 而我们是帮耶稣 建立一个天国的人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在世上 应该如何生活呢 耶稣呼吁我们 刚才昨天我们也说过 其中一件事 就是 不要只会着自己的欲望 自己的需要去过生活 如果我们仍然 今天都只会着自己的需要 自己的欲望去过生活的时候 我们其实不经意地 将我们自己降价 变成什么 变成动物一样 动物也是为了生活的需要 找到自己的欲望去过生活 是不是 我们不经意地 我们就好像 随着人生一个阶段过去 出生长大成长 结婚 生长大成长 退休 那便分 所有的欲望都是这样 是不是 但我们不是 我们是神的子女 我们有属天的使命 如果我们继续 为了生活去忙碌的时候 可能我们在座和退休 如果我们仍然做联工 每天都很忙 从早上忙到晚 忙完公司和我家 那你就迷失在忙屋之中 当我们这么忙的时候 特别我们的湾区 深不仁部 很多人 很多人都会去教 因为迷失在忙屋当中的时候 你会发觉 心里面越胸虚 好像没有什么 他要的东西 他要的东西 但就是把东西都拿不住 觉得人生没有什么意义 甚至那些人 失去了生活的动力 这张网络是一个漫画家 也挺出名的 我死了 怎么死的 自杀 他自杀的时候 他身边就买了一张字条 这张字条说什么呢 But I am fed up with inventing devices to fill up 24 hours of the day 我已经预备新发明的装置 比如电视和视线手机 填满了一天二十四小时 too boring 另外 这个高中 高中 大家也知道 是一个很出名的 sacroanalysis 心理分析师 当然也是古人 他怎么说 But the central neurosis of our time is emptiness 我们这个世代主要的神经症候群 是什么 是空虚 不容易去说 Victor Frank Clinics are crowded with people suffering from a new kind of neurosis a sense of total and ultimate meaninglessness 诊所里面 寂寞了患有一种身形神经症候的病人 是什么 就是对生命感到完全无知 和毫无终极意义的人 然后最后 We'll grant to give life meaning to give life meaning 圣经说 圣经说 有一句说话 我打出来 我打出来 帮大家很熟 凡接待耶稣的 就是信他们 他们拳兵造成的 我们的身份 已经是这样 我希望大家不记得 如果我们的身份 是上帝的子女的时候 我们在地上生活 是代表着上帝的 我们代表上帝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是Messenger皇家 而我们的身份 是一道述不高的身份 是耶稣服务的见证 我们存在的目的 就是帮助人 接受耶稣基督教人 成为天皇里面的皇位 所以天父给我们 每一个供求 每一个信义初人 每一个子女 都有一个中期的使命 就是要用人意识上帝 要用人成为神国的子女 那我们如何才能实现 我们如何才能实现 这个中期的使命 这个其实大家都知道 不过我希望 透过今早 你能够更加掌握得到 你在这儿 到底要跪上去 那如何做呢 这个当然 这个又是圣灵 当然是靠圣灵 圣灵怎么说呢 这个大家很熟悉 又是会背 讲到宣教的时候 讲到传福音 这些圣经一定会走鸡 但圣灵光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秉住在耶稣 犬太传地 从撒瓦利亚 直到对记作好的见证 刚才我说过 那些打鱼佬 只是打鱼佬 短一百年 就将火音传遍 那些传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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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的世界 都是传遍 按照他们所知 然后我们看这个 五诚之到了 门童都集着一处 忽然从天有响声下来 好准一阵大风吹过 充满了他们所作为的屋子 又有舌头如火焰 展现出来 分开落在他们各人的头上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第一小妹 你信耶稣这么久 你感不感觉好 圣经就是这么说 当你信耶稣的时候 圣灵就在你里面 有没有经历过圣灵 在当中的工作 有没有受过圣灵的感动 我希望大家也经历过 被圣灵感动 其实是很困难的 在教堂里面 被圣灵充满 怎样说方言 圣灵充满 不一定说方言 但你怎样才能被圣灵充满呢 DL Moody 即是慕迪先生 怎样说 他说 当我们能够倒空自己 即是把我们所有自己的东西 拿出来 心里面只是想着上帝 和他想我们做的东西 第一 拿出来自己的东西 不要紧张自己 想想上帝想要做什么 然后呢 你对上帝的感动 完全的康复 拿时间就被圣灵充满 那时候 你就已经被圣灵充满 那你要做的是什么呢 随从圣灵的引导去做 你就会经历神迹 就是这么简单 老奉自己 心里面多点思想 多想想 神啊 究竟你想做什么 无论我退休 我还可以做什么 我没有接触点 我还可以做什么 其实你很多接触点 你的light dance 已经很多接触点 对不对 其实我们没有留意钱 我们没有去问 你多点去留意 多点去问 你会发觉 原来 但是 圣灵不断在这儿 批我们 都心 都心 有一次 我去教会要开一个新的project 这个project 刚开始的时候 没有英文的 我们广东要多些 全都做广东话 慢慢地 周围的环境 讲英文的人越来越多 对不对 但是 突然之间 你又 无变有 我们的习惯 就不会忽然 在白米思想等他出来 你白米思想等他出来 就等到那儿 那儿是什么 他说是习惯 我们很喜欢做什么 我们叫做 Town Hall Meeting Town Hall Meeting 就是类似咨询会议 以前的小小的Town 整个Town都是开会 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带来的 就算你不信耶稣的人 只要你care about this church 你都可以来的 那我们是在那儿 不抗议思想的 不抗议思想 但是呢 我们去present我们的proposal 我们想这样做 看看你们有什么意见 修了 那次呢 我们就是 预备开一个英语的时刻 开始了新的英语时刻 我们就要全部人开 我们就去present 如何去做 预备如何做 计划如何 计划如何 部阶如何 他就说了一大堆 那个人就说了 你怎么这么大 解答了一个问题 散会 那些人走完之后 不如有一个子妹 和一个女儿 即是年轻人 那些女儿 牧师可不可以和她聊聊天 她说 好啊 我问你很简单的问题 喂 你刚才的实际上出什么时候 那我看下哪些反应 现在收索了 我还要重新计划 我说 为什么你这么关心 因为我认了你很久 这个人 都连了一段时间 我说 为什么不关心这件事 我说 因为我男朋友 还没有进行计划 但是呢 他是台湾的ABC 台湾的ABC 他不懂得听 国语也不懂得说 只懂得听英文 我很想带来教的 是啊 我说 到时我通知你 忽然之间 少年感到我 少年感到我 我就问他 我说 那你相信耶稣吗 我说 那我明信耶稣 你很奇怪 那我说 你信不信耶稣吗 我说 我说 诶 我说 你诶 我当你是想的 你会和我一起祈祷 信耶稣吗 我说 诶 你诶 我说 我问一下 你信耶稣 后来受证的时候 你还要说 我没有信耶稣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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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annot say anything 不信耶稣 我说 我真的相信 没有借口 我说 我没有借口 不信耶稣 我说 明天很久了 又很明白 只不过我还没决志 牧师不如今问我 我说 他赢了两个赢 我说 是没问题的 所以我说 全方有没有用力 在其他 我们有很多东西 这些故事 但是 我知不知道他相信主 我不知道 我当他相信主 因为他来了很久 一段时间 就像我们小组团继 那些单身女孩 那样 OK 但是 我忽悟到 忽然之间 我才会问 哪个问题 我说 原来真是他相信主 其实我不知道 那些故事 真的 弟姊妹 我相信 精灵问题 是什么 你都不可以问我 我就是我牧师 只要我 是这样学 听死不见 听死不见 你感到我 你都会感到我 不过 如果我们 推了太多次的话 圣经经一讲 我们就是消灭 生命的感到你 通常感到我们的时候 太多故隆 太多疑惑 太多考虑 结果那个时刻过了 感动受潮湿了 还是下次的 或者不是的 我很敏感 自己解释一下大句 其实原来我们是消灭了圣灵 你消灭一次 消灭两次 消灭三次 你滑木了 没有感动的 不是他不做事 不过你滑木了 感觉到那个声音 再催促你 做什么的事 请节目 如果今天你来参加去修会 就来走了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来去修会 因为要放场了 是不是想休息一下 支持教会的时光 是不是 我们是一九八岗 还有会员的责任 但是 有没有想过 如果十八岭 今天是这样的事 他要做的事 你有没有想过 下山之后 要不要去为耶稣做见证 我们可不可以拒绝圣灵的感动 以至到我们再没有 服侍上帝那种的兴奋和喜爱 其实是可以的 你听牧师刚才说的故事 是不是很久没有那种兴奋 因为很久没有和人讲见证 很久没有和人讲见证 很久没有和人圆福教 那你就没有了 越没有就越没有 但是越有呢 越有就越有 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大家看一看说 说什么 你们要是靠圣灵得生 就当靠圣灵行使 保罗自从圣灵之后 每天就学习如何 采用圣灵的大力度过生 所以他的生命不断被更新改变 大家知道保罗是一个学者 保罗是一个哲学家 是一个法利赛人 你知道保罗是一个教师吗 保罗是一个教师 保罗是一个教师 是谁 你们知道巴拿班 当保罗从大马士革 忽然之跟大马士革道上 变成耶稣 后来人们要抓他 走路回来耶路撒冷的时候 没有人肯接待这个数罗 为什么呢 因为怕去木间堡 谁知道你是真是假的 很多人不敢接他 唯有谁 巴拿班 有这个警察 巴拿班 引起他去见那些仕徒 所以 保罗在信耶稣之后 去到耶路撒冷 一直跟着巴拿班 学做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 巴拿班 我们知道 在教会里的领袖 就是教会局的领袖 当耶路撒冷的教会 他听到安提摩 有些非犹太人信耶稣 他就说 巴拿班 不如你去看看 究竟是什么回事 我以为福音只是犹太人 为何好像听到 有些非犹太人信耶稣 你去看看 这个巴拿班 我刚才说到 是保罗的 mentor 这是什么人 巴拿班是什么人 十一章第二十四节 到二十六节 他说 巴拿班 是个好人 不是个好人 不做坏事 不公义好电闻 这个十五顺利同行 就是巴拿班 是个好人 因为我为什么这么说 满有圣灵 满有圣灵 满有圣灵和信心 于是 有很多人 归服了主 他又往大嫂去 大嫂就是南亚时甲 去掃罗 找到了 就带着他去到安提摩 但他们还有一年的时间 和教会一起聚集 教读了很多人 门徒 称为基督徒 是从安提摩开始的 刚才说过 巴拿班 是由圣灵教会的领袖 被差派过这个安提摩 其实是做扭刷工作 到底发生什么回事 是否真的神不得动工 但是巴拿班 去了之后 真的看到 神真的做工 让非由 但信耶稣 他受感动 又没有回去报告 可能是写税回去报告 识经没有说 他主动留下 做什么 造就当地的信徒 所以我们看到巴拿班 不单单教会的领袖 不只是做行政的事 高高在上 当他感动的时候 他是下手下脚 很有心 去培育信徒 成为耶稣基督徒 所以巴拿班 是一个属灵的导师 我说他很有心 为什么有心法呢 刚才圣经也说 他不单止为自己留下 去帮助安提摩 那些初信的基督徒 他还会想方法 动路筋 做患徒训 做mentor 因为因人而异 你都要想办 而且他一个人 他做了多少 他说不行 如果我真的要帮助他 他说 但我一个人不够 他想想 什么能够帮助我 好帮忙才行 想起来 Solo Solo有可能性 Solo也是未出名的 Solo 很多人都不知道Solo是什么 圣经说他有大碼士甲 不知道他躲在哪里 如果他出名 就没有人找到他 是吧 这个的巴拿包去到大碼士 他要找个牌子 抓着了 即是要找个牌子 不知道他住在哪里 不如Solo也不是很出名 大碼士大碼士 找到了 然后呢 就带这个的Solo 去到安提摩 就和他有一年的时间 去纏咒当地的信徒 成为耶稣基督的牢台 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 Solo在那个时候 是巴拿包的助手 他是从巴拿包的身上 学习如何去栽培门头 OK 当然他的英文很羡慕 他很聪明 如果大家留意圣经的描述 可能圣灵不是感动 安提摩教育的领袖 要猜派 巴拿包和素 去做宣教 大家记得吗 大家记得吗 哪个名字牌 巴拿包和素 他插入巴拿包和素 就出去宣教 所以呢 这个宣教队 哪个名字牌 是巴拿包 不要搞错 是巴拿包大队 素罗是跟着的 OK 但是去过一半 OK 你看 巴拿包的圣经 素罗的名称 叫做什么 叫做保罗 接着调转 就是保罗和巴拿包 你回去看 小辣主的记载 你会看到这个是微妙的 这个记载也有意思 所以这个是保罗 保罗之后 在这个巴拿包 但是你看 素来清出于男 对不对 这个巴拿包有没有觉得 你一个话 没有 他真的是一个属神的人 对不对 他更加开心 好久他做多一点 他做他 我做我 感谢赞美主 所以我们看看巴拿包 是一个很有恩赐去栽培门徒的人 那 圣经说 带着巴拿包 带着保罗 应该是一年时间 这个 保罗跟了一年 OK 终了一年的时间 那 有两个结果 有两个结果 第一个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 那里的信徒被栽培成为基督耶稣的门徒 所以圣经说 门徒被称为 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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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哪里开始 安提波开始 那我又考虑大家了 大家猜猜 是哪些人 和这群基督徒改花名 基督徒的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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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说基督徒好像很好 访歌那样 但其实基督徒是一个花名 大家猜猜是哪些人帮他们改的 是那些非犹太人 是那些非犹太人 是那些不信耶稣基督的人 因为我刚才说过 基督徒原来是一个花名 什么叫花名 取笑人的 把人拿捕 拿捕 拿捕他 取笑那些是信耶稣的人 为什么会不是犹太人 因为犹太人很着重 用这些字眼 甚至审都不能叫 只能叫他 只能叫他 不可以直清神的名字 不公不敬 基督徒 不可以随便说 所以犹太人 是不会用基督尼赛亚的名字 去取笑人 因为对他们的大不偉大不敬 这类人这么说 所以 称呼这些信徒的基督徒 是那些不信耶稣 和那些非有太人 特别是取笑这些 信耶稣 这些人信耶稣 什么都叫耶稣 之命前庭 耶稣说什么 做什么 耶稣分过去什么 就照做 这些人有没有搞错 自己没有自己思想 自己没有自己意志 耶稣说什么就做什么 于是说 那些都是耶稣 耶稣 不就叫耶稣徒 也不叫耶稣仔 基督徒 那时候叫基督 基督 当我们呢 有人问我们 有个要求啊 你要答问什么 是 我们是要求 什么意思 原来 要求开始的时候 是一个花名 我们是要求 是什么意思 哦 我去教党的 哦 我相信耶稣的 哦 我有参加奉建的 哦 我有 在教育帮忙做些事的 哦 我又有什么 或者是 off the mouth 全部都做了 或者你是说 我是耶稣基督的 耶稣基督的 我是耶稣终实的跟随者 祂在地上做什么 我就会跟祂学做什么 祂分过我做什么 我照做 不会参加祂的 到底你是怎样 选择录奉的钱 帮你告诉别人 你自己是录奉的钱 你走乖 做不记人 我曾经说过这些人 在教育里面 我们不接不觉 做了很多 抹死人 还有呢 做了很多 好像训终了教的死尸 是不是 还有很多 很多不立不言的人 我的教育里面 不是很多人 我觉得我们教育 我们不是说你们 不过很多教育都是这样 很多教育里面 是有这样的死人 有很多教育 有很多睡着的教育 好像死尸的人 在教育里面 有很多不立不言的 有些不守得念我们 又要求基督耶稣 用祂的说话 耶稣的击味 我现在求圣灵 用圣灵一派 去改变我们的心态 改变我们的思想 幫助我們 讓我們不要做好事 讓我們不要做好事 花勒巴和蘇勒和保羅瓦在安提庫建立信徒的第二個結果是什麼 就是俗進了安提庫的教會成為第一個猜傳的人 是嗎 踏出宣教 保世宣教的不一步 先說 當安提庫的教會在他們兩個人的災局下 就進行成長 人屬如過 聖年有感動 聖年工作 感動他們 猜拐他們兩個出去宣教 我跟他講過 是嗎 一般的信徒是不會出去宣教的 不會出去開教會 是什麼才會 在門徒才會 宣教 我跟大家講過 感謝主 神給我一個機會 我覺得真是有十套享受我的 2019年開了兩個十套行 我有沒有告訴你 什麼時候開的 2019年 一個三月 一個四月 一個三月開 一個四月開 兩個籌備是同時進行的 然後有一個在三月十多 一個四月中復活節的時間 開始 我又講過了 是不是 要找人去幫忙 找人去幫忙 因為如果單靠那兩個地方 我們沒有足夠的臨界點 你知道那個什麼臨界點 即是沒有足夠的人數 可以成為一個氣候 明白的意思嗎 即是若干人 我們的經驗就是二十至三十人 起碼都要有 有少許跟班 但剛開始的時間 你沒有那麼多人 你沒有足夠的人 你沒有足夠的臨界點 沒有足夠的人幫忙事奉 去幫忙做事 你是開始不了這個食堂的 那我們的方法就是什麼 在另外現有兩個分堂裡面 不如呼籲他們 誰來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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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參加這個節目 我已經講過了 這些一定是門徒 有一天 梁牧師那時還來張牧師 他是2020年上任的 2019年就跟著我 梁牧師那時還來張牧師 你現在馬上去呼籲 那些人會去職堂 他會不會去職堂 因為他們的職堂全部都是職堂 他們的職堂全部都是門徒 他們的職堂全部都是門徒 那你怎麼猜到他 他問他 有沒有上限 他有沒有上限 他問我一個問題 我有奇怪 不假思索 沒有上限 然後我問他 為何不解釋他 為何沒有上限 我說 官人拜 上了一個靈 聖靈感到這個弟兄 我去幫忙職堂 你叫他補害人 嘩 有沒有搞錯 我不敢 我真的不敢 我怎麼可以說這件事 不行 因為聖靈感到他 不是我叫他 我只是分享異象 但是聖靈感到他 他有感動才出去 因為要犧牲 駕駛駛遠一點 還要做事 你不是直接坐在那裡 去撐牆 你要參與視訪 是不是 要付出你的時間精力 聖靈感到他願意這樣做 我叫他不要去 No 這樣吧 聖靈感到一班人 出去幫忙職堂 聖靈感到他 有些聖靈感到他 不斷 這人去了 那些聖靈感到他 你去做聖靈感到他 你去做聖靈感到他 這是我的信念 這是我的信念 感謝主 四個分頭 繼續成長 我現在是第五個 一樣 有沒有不行 沒有 因為為什麼 我們與上帝同功 我們不是想做自己的事 有些人會以為聖靈感到可以分頭 我說不是 每次都不是我上海 不過 順便讓我看到 要我動 我不會動 那就試試看 我只要靠靈感到心 但是 剛才不是說 戴上五張 如果真的靠善你得生 你靠善你靠善 你是會見證 你就靠善你得生 所以 戴上師姐妹 如果我們想實現 上帝給我們的終極事 無論是對我們自己也好 對教會有 確實真的要趕起我們的想法 這件事情 除非我們能夠有意識 和有計惡地 去栽培教會 戴上師妹成為警察學家 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的工作是很難受的 所以呢 我鼓勵大家 下山了 那怎麼辦呢 回去 試一下數吧 試一下數 第一 雖然你能夠成熟一點 找一個男人 或者找一個朋友 是可以鼓勵你 給自己分享信仰的 可以拾骨給自己提醒 我們怎樣繼續能夠在這個世界上 真是學習慧如春 原來是我們這個慧慧的事 有生之年 可以做什麼做什麼 他說 不是 我真的沒有口罪和講福音 大家有沒有聽過 Team Evangelist 有沒有聽過這個名字 Team Evangelist 現在是美麟集數在建章很久之前 是什麼意思呢 原來當人信耶穌不是說 我帶你去冤枝聖主 那你就是其中一個 Team Partner 很多人信耶穌不是叫他去說耶穌那一刻 那些思綜是支持普通人做了Catwork 所以我們覺得有些人是跟他建立關係 讓他對基督徒的印象改變 基督徒不是那麼主觀的 基督徒是那麼差的 基督徒不是那麼虛偽的 基督徒不是那麼虛偽的 基督徒不是那麼假的 基督徒不是那麼虛偽的 基督徒不是那麼假的 基督徒是那麼虛偽的 改變了 這些人會做朋友 不需要直接說好音的 但不需要直接說好音的 不過 起碼他的生活的見證 我們常常改變了生命 救援生命 改變了思想 原來有一個機會 突然間在家裡做了什麼事情 很多時候有患病 患病 諸如此類的不幸的事 有基督徒特別去關心他 他在祈禱 咦 雖然我不信耶穌 但他又說我祈禱 咦 好像真的有個神聽我去祈禱 又進一步了 所以一個人不信耶穌是有個process 是透過不同體制的參與 然後最後一個缺字的 只是一個small container 因為他缺字所以他的口罩是好用 全部都是這樣印證 不 其實輝瑞總言文 9月之前 缺字前 很多人已經在做了 那些事情你能做到嗎 能幫他吃飯嗎 能不能幫你朋友喝咖啡嗎 能不能關心他嗎 能不能幫他煎坐 能不能幫他去買菜嗎 在Kindy Wenzel上來說 他一個人 當然是統計數字 跟聖略高作是很乖的 能做統計數字而已 他一個人要信耶穌 一般來說 是要7 touches and 3 hearings 即是說他有機會 他會接觸了7次 他知道是福音的內容 有人說信仰 說見證 諸如此類 即是可以觸動他的心 7 touches 然後有3次 最少聽到福音 要怎樣信耶穌 怎樣變成 他做了這件事 當然我再說一次 這些是統計數字 其實我們知道這個整個程度 無論是透過哪個人 做什麼部分的工作也好 都是聖略高的工作 大家明白嗎 不過他們平常去做研究 統計的時候 發覺有什麼情況 所以其實你不要說 我口才沒有 我不會講見證 我又不太熟聖經 只要你有心方的信任 你有心完成 你有心完成上代給你那個使命 Do whatever you can 做你能夠做的事 You never know 我原來神是在用你 去預備其一個人 去跟上帝建立花藝 你承受那些人 你明白嗎 所以 第一件事 我剛才說什麼 學生之後 找一個朋友 找一個人 給此鼓勵 繼續去做 他跟教會合作 和福音的伴助 全天國的福音 第二件事 你們這麼有資歷 你以前是聖經老師 教了領袖 其實你有很有豐富的經驗 可以照顧一個人 當然找一些願意 你找一些願意 能教導哪一人的人 例如摩泰 頭書第二章 找一兩個 你自己找一個 然後你帶一兩個 可以嗎 我不會帶人 我昨天介紹什麼 我們的小波龍 摩泰 你不懂得懂很多聖經 我已經教了你兩招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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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可以帶兩個人 就是關心他們 鼓勵他們 不僅是敬拜 一起試訪 學習後面 學習後面 跟人講福音 講見證 帶一兩個人 你們這些節目 試一下 如果你這樣做 我們這裡不是很多人 一二多人 浪費 但我昨天說過 我給我來說 在這裏只有2%的人 肯做一些事 與其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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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願不願意 這樣就做了 我講完了 不過我希望大家知道 不要浪費了這些事情 如果在幾天裡 我希望 你曾經在你心裏面 做這樣的工作 我可以講幾件事 嘗試將它寫下 因為我們人很羨慌 一上車 一趕吃飯 那你就不記得了 各位 我們去review一下 神 既然你這裡 又喜歡參加這個 我感受 我聽到這幾個訊息 你跟我說了些甚麼 其實我心裏 我有感覺 這個感覺 是什麼 是否真的 你跟我說的 是否真的要我做些事 你給我有勇氣 能夠回憶 能夠回憶 那就是幾個訊息 所以這副順利 我們來到你面前 真是我們要仰望你的恩典 因為 我們是幾個訊息的人 我們領受到你很多恩典 在這裏面 我們真是一目缺乏 你給我們的時候 多過我所需要 我經常都講 我的老人家少了多少 你給我多資源 但我們沒有好事 你給我們有健康 有精靈 但我們沒有 去跟我們分享 你的愛和你的重點 你又想去 你搖算我們疏難的重點 你又想去幫助我 將我們的灰心 我們的氣餘 拿走 因為我們是盼望 不在人的身上 不在教徒的制度上 我們是盼望在耶穌基督的身上 真是天父祖弟 祈求你 在這裏 和我們一群 趁我入領前門口說 我們願意做一個 佩服的事 我們幾個希望 雖然年紀老邁 但是我們的生命 仍然散發出 從耶穌遙來的那種生命 當我們和人接觸的時候 原來為我們的原本 見到沒有 聞到耶穌基督的香 我們的感染 我們的感染 透過我們和人的接觸 對人的關愛 我們的善行 作供 人的心 這裏 這個上禮期 就是什麼 然後幫助我們 能夠使人作門徒的過程 幫助我們有份 我們能夠積極的良心 我真是讓大家學習 要不要找個mentor 找個spiritual partner 他所論的 我要找個spiritual partner Amen 回去之後 有沒有 Amen 感謝主 Amen 那些應該是 有沒有人預備 OK 我試試找一兩個 做我的門徒 不然他要他願意 不過我祈禱 看看神有沒有預備 我帶一兩個 一個年輕一點的 有沒有人想這樣做 Amen Amen 你用什麼 神幫助你 還有沒有 有什麼用力做 有不敢做 還有沒有 Amen 我很認真的人 我希望你都好像我這樣認真 不要他的手算數 不要勉強他手 但是你真的要有共同的時候 有神幫助你 可以做 有沒有 師妹 找mentor的 有沒有 找mentor的 要帶人的有沒有 OK 感謝主 Amen 好了 天父上帝 我要多謝你 因為你在我們當中 做其他工作 我們知道跟隨主 在末世真的不容易 但其實可以很興奮 可以很快樂 可以很開心 在 在 困難苦惱當中 我們能夠經歷從來以來的那種 天神 賜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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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下三次後 帶了個歡喜和個心 去迎接 在我們前面的天神 謝謝 她先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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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